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在中共国,中共特权下,我爸势力刚事件频发 5月12日在成都长荣街,有一位年轻人 因为摸了一辆吉普车,与车上老太太发生争执 老太太要求年轻人赔偿一万元,并打了年轻人 同时叫嚣自己的儿子是市长,并报警将年轻人抓走 据知情人在X平台上爆料说,5月12日周日下午4点多 在四川成都城华区长荣街,一名年轻农民工 在触摸了一辆价值数十万的Jip车后 被车主老太扇了耳光,并要求索赔一万元 由于这位农民工拒绝赔偿,飞扬跋扈的老太 叫嚣自己是市长的母亲,并扬言要让农民工人头落地 为了证实他的身份,他刚报完警 二十多个警察马上火速出动,过来将年轻农民工按在地上 据说还给农民工按上袭警罪名,戴上手铐准备带走 车主的蛮横无礼和警察的执法不公,立刻引起了市民的愤怒 他们聚集在事发地点,质问警察 为什么摸一下车就要被戴上手铐 而打人的车主却没有被戴手铐 抗议市民还在现场唱起了国歌 他们告诉警察,农民工也是人 警察应该立即放人,并现场办公 就这个被最大的境外势力统治的国家害有国歌吗? 国歌不是被境外势力共产党给禁了吗? 双方一直僵持到四日凌晨 围观抗议的市民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达到上千人 期间一些市民试图砸毁豪车 但由于警察将豪车团团围住 未能成功 也不知道这些警察是不是被喂了药了 他们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也是个无产阶级吗? 有一天这个事件也会落在他们的身上 因为他们也是权贵眼里的穷贵 最多在权贵眼里是可以看家护院的狗而已 凌晨一点左右 中共出动了数以百计的警察 强行驱散了市民 放走了豪车和车主 在此期间,有多名市民被抓捕 厉害了中共政权 人家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中共是权贵的破车摸不得 5月13日 成都城华公安发布通报称 网传罗某儿子是市长 家属是当官的 要求赔偿一万元 被现场放走等信息 经查均不属实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25岁张某 21岁饶某某予以行政拘留 只要中共官方说不属实的呢 那基本就是事实了 但人家集权嘛 人家就有话语权 你老百姓百口莫辩 就算网络是有记忆的 人家只要肯不要脸 你也不能把这个无耻政权如何 看到中共这份通报 由大陆网友问 特权家庭成员 真的有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特权吗 有啊,当然有了 当中国人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执政党的那一刻 中国人悲惨的命运就注定了 中共篡政的时候怎么说来着 说工农兵是无产阶级 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政权 怎么这真正的无产阶级兄弟 就摸了一下无产阶级政权的破车 就被一顿揍 还被抓了 这说明所谓的无产阶级政权 都是假的呀 这些曾经的无产者流氓 自从篡政后 就把所有人的财产都化为了乌有 他们这些杂碎 共产了中国人民的财产 将人民变成了无产 他们自己则成了骑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的权贵 下面我们再来看 另一个中共国才有的奇葩事件 5月7日 云南镇雄县人民医院 城南医院发生一起 疑似报复社会的持刀行凶案件 凶手无差别杀人 见人就砍 官方宣称造成两人死亡 21人受伤 嫌犯被抓 但网传目前已死亡10人 嫌犯曾在一朋友圈 发信息直言 公检法害得我家破人亡 该起恶性案件 在当地引发恐慌 5月7日 云南镇雄自从发生 死伤23人恶性砍人案后 镇雄多索学校门前 武警全副武装站岗 家长们纷纷开始 手持钢叉 铁锤 铁锹 棍棒等各种武器 接送孩子上下学 场面震撼 不少网民嘲讽 这就是中国宣称的最安全国家 有网友说 中共居然安排了真枪核弹 还上了明晃晃的刺刀的武警 在学校门口站岗 总觉得有啥不对 据截图和视频显示 云南镇雄 发生砍杀恶性事件后 除了武警手持步枪 枪口还装着刺刀 全副武装站岗之外 很多学校门口都出现家长 自带钢插木棍铁锤等 在马路边等待孩子放学 场面十分震撼 大陆网一自媒体 5月8日一篇文章称 5月7日下午 云南镇雄几所学校附近 聚集了大量家长及孩子 家长们各自手里 都持有铁锤 铁铲 钢管 木棍等武器 一位母亲一手牵着孩子 一手紧握一根大木棍 一位父亲手里紧握一把 类似扎刀的家伙 还有一位父亲 扛了一对近两米长的钢管 另有家长把十字稿也拿来了 对此呢 海外X平台 反抗者时报 5月10日推文说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是摆脱洗脑 走向觉醒的一个表现 反抗者时报表示 至少这些家长们 此刻不再相信 政府宣传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安全感是 自己手中的武器给的 这也是美国一些人士 主张持枪权的重要论点 反抗者时报称 当民众意识到 政府无法有效保障其安全时 就会对社会契约产生质疑 进而寻求自卫手段 并对政府的宣传和控制 产生怀疑 这就是反洗脑的开端 而当人们具备自卫能力 并对自身安全有信心时 就更难被政府的恐吓 和宣传所操控 从而开始独立思考 至于官方话语 云南镇雄家长们的 自卫意识觉醒 是个体父权的重要体现 当越来越多的人 不再依赖政府 而是依靠自己和群体的力量 维护自身安全时 便有可能形成 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反抗者时报指 自卫意识的觉醒 是反洗脑的重要一步 也有网民指出 还是没意识到 最危险的人是谁 即便是有巡逻的军人 看守的警员 但对于老百姓来说 手里的钢管 就是他们最踏实的保障 可见政府 已然没有了公信力 不改变环境 拿大炮去接孩子 都没有用 这些奴民 被非共压榨了80年了 还不明白 元凶是非共公检法 非共的恐怖秩序 非共暴政不出 很快 这些拿着棍棒的人中 也会出现一个乱砍的人 此话非常有理 还有网民评论到 最安全的国家 荒诞到了极点 不只是棍棒 我看有些爷们拿的是工兵产 那是可以开膛破釜的大傻气 荒唐的罗刹国 中国治安这回真的遥遥领先了 自最安全的国家后 又获得黑社会大国荣誉称号 逼成这样了 我们记住这一天 2024年5月7日 中共国开始进入 21世纪冷兵器时代 厉害了我的国 这就是没有道德的社会 人人自危 最后我们再来看 中共如何操纵 梅大高速惨剧真相 广东梅大高速坍塌事故 至少造成了78人死伤 外界普遍质疑 中共官方公布的死伤人数 死难者名单也一直没有公布 财新网特搞 梅大高速悲剧 则秒遭封杀 据梅大高速悲剧报道 当时27岁的养殖户 何申威从梅州市大浦县城赶回角安村 在离奇压棚水塘几百米外 他看到半山腰上的高速公路塌了一半 形成一个与路面落差约10米的深坑 不少汽车坠落在坑里 明显发生过剧烈燃烧 散发出一股焦虎味 何申威表示 从深圳广州等地出发往福建 梅大高速是长走路线 恰逢五一假期 高速免费 应该有不少车主 带着一家大小回老家过节 4月30日晚 35岁的李东 开车从深圳回大浦县 西河镇东唐村 车上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一个七岁一个两岁 以及一名女性亲属 无人全部遇难 西河镇的黄沙村 也有两人遇难 35岁的福建龙岩永定人刘永进表示 当时他和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 一起下去现场 下去的时候火已经很大了 已经伴随着爆炸声 借着火光看到他方还在继续 现场有一批幸存者 已经从车内爬出来 刘永进和小伙子 先后把两名小孩抱了上去 后来刘永进又独自下去 救了四个人上来 报道提到 搜救人员用吊车 将深坑里的汽车吊出来 运往大浦县 交警队事故车辆处置点 5月5日 该处置点有不少汽车残骸 堆放在一片空地 用油布遮盖 看不清数量 这些汽车明显剧烈燃烧过 有的只剩下一个车架子 车窗座椅都没了 有的只剩下前半截 车体有明显撞击痕迹 部分凹陷 有的地方被压扁了 报道说 此次他方遇难者大多数为福建人 少数是广东人 不少是一家大小机口 日前这篇特稿已被下架 显示404 而其他媒体在5月5日后 就没看到对相关新闻的追踪报道 5月3日 大陆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文 媒大告诉他方到底埋了几辆车 非要挖出来才知道吗 质疑官方通报中的不合理之处 文章指 随着救援进展 遇难人数逐步增加 很好理解 事故车辆里的人 土方下的人 总要救出来才能确定生死 但是陷落车辆的数目一变再变 就很令人疑惑 也是很不应该 这句很不应该可以说说的是相当克制了 文章分析 事故发生地点在高速公路 属于相对封闭区间 事故点两头的监控卡口 进去多少车辆 出来多少车辆 有精确统计数据 并且能精确到车牌 也就是说 哪些车辆在4月30日晚上进了这个区间 直到5月1日中午没有再出来 交通管理部门应该很容易拿到精准数据 一天时间就能调出所有下落不明车辆信息 并逐个电话核实 在技术层面 拿到下落不明车辆数据应该一点都不难 即便是五一期间高速免费通行 每一辆车也都是要经过收费站卡口 被记录下来的 没有任何一辆车能不留痕迹的飞跃过去 文章质疑有如此便捷的高科技手段 理应第一时间提取数据 用于指导事故救援 为什么事故救援现场 还需要挖出一辆手动数一辆呢 媒大高速陷落了多少车辆这个数据 有关部门到底是不掌握还是不想掌握呢 至于中共政府不让公众知道遇难者的名单 有时政评论员表示 一个字 怕 怕什么 怕人们知道更多的事故真相 怕引发舆情 事态扩大 怕官方的伪光正形象受损 怕公众长期保存对事故的灾难记忆 在中共看来 这些都不利于政权的稳定 那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 在他们眼里就像一颗颗地雷 随时都可能爆炸 给自己带来难以意料的麻烦 中国在被一个政教合议的邪教所控制 这个邪教的名字叫做中国共产党 他是西来的幽灵 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最邪恶的境外势力 是汉奸卖国贼组织 他以谎言欺骗人民大众 以暴力夺取政权 以谎言和暴力统治中国七十余年 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庆祝难输 这个邪教不允许中国人有信仰 只能信他 他不让人信神 但是他却造神 将自己打造成万能的神 而实际上他是地狱的恶魔 他欺骗中国人 从无知时就对他的血迹发下毒誓 将中国人的灵魂死死抓在手里 中国人只有解除跟这个恶魔之间的誓约 神才能管中国人 希望中国人都能认清中共邪教的真面目 声明退出中共邪教的党团队组织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中国人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